我看完了Times for Jacob 的兩個視頻 香港街巷心理戰 Part 1 Part 2 我也想回應一下 我大致上非常同意Times for Jacob 的分析和看法 今日的中國和美國的確是在一個角力上 在咬手瓜 至於中國可否繼續增長 而可以避免和美國發生一次大規模的戰爭 這是一個很大的話題 我個人的看法是可以避免這個戰爭 因為這個戰爭是一個雙輸的戰爭 一定不會是雙贏的戰爭 但是Times for Jacob 提到一些很有趣的問題 第一個問題是關於美國想外的Full Spectrum Dominance 這是他的想法 當然是在一個競爭之中 你可以想你怎樣做 但這也是我的方法去對應 今天呢 那個戰場 不是完全是靠戰爭贏的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就是 所謂軟力量 那個Soft Power 中國現在是很成功地 建立了一定的Soft Power 尤其是如果我看看金磚四國 或者金磚五國 就是 Brasil Russia India China 如果加起來就是 South Ephrica 這個金磚五國 或者金磚四國 已經是逐步成形了 另外就是 上海公約那個 The Shanghai Council 也做了很多功夫在後面 這個可能會是 將來成為一個小型的東方NATO 都未定 在海岸線上面 我完全看到 就是今天 中國完全被美國的勢力包圍著 即是說 出海這邊 中國是受到嚴重的限制 由 北面 從Korea開始 去到日本 然後日本一直去到 地獄台島 根本已經去到台灣 過了台灣之後 就是菲律賓 然後另外那邊 就是 Vienna 越南 所以第一島已經全部封鎖 如果有什麼事情發生 中國船隻的確很難 可以離開 我們的中國沿岸 但是 我想 指出 這個戰爭 最可能的形勢 就是 大家 互相恐嚇 而 最可能的結果 就是 中國有一艘潛艇 在美國的西岸 發火上來 這件事 足以可以 阻嚇到 美國那邊 做 所謂的 first strike 我們最重要的是 千萬不要引致核戰 如果引致核戰的話 這個世界玩完了 所以 這是雙輸的形勢 至於金融貨幣的競爭 現在的大小已經慢慢浮露出來 美國輸 這邊 我想 他們應該要做一些心理準備 以及做一些預算 當年 美國崛起 是在英國崛起的背後上 當時 英國 被建立在 北落太陽國 全世界任何地方都有它的殖民地 但是 這個霸珠地位 終於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 就共手養了給美國 今次 再 那個世界 權力轉移 這件事 我相信 就會 會比較沒有那麼流血 不會像在第三世界大戰的時候 要死幾千萬人 最可能的結果 就是 中國慢慢慢慢的 就是 那個軟勢力 增加到 在沒有競爭之下 成為霸珠 今天我們看到 譬如 中國已經做了很多手腳 即是說 既然我們在海運線出不了他們的話 我們走陸路 所以 中國一定要爭取時間 建立 所謂 新的鐵絲路 那個 Iron Seal Road 現在 我已經知道 在很多 段 例如 Karkastan 已經開始施工 而另外 中國 在歐亞 那裏 那裏 是想做三中三橫 三橫 有一條鐵路線 就會是 由西巴里亞上 跟著經過蘇聯 走過去 去丹麥那邊 下去 另一條是經過中間線 去的 就是 在Karkastan 過去 然後經過 一些中東國家 然後去 門尼 下面那條線 他就想 經過 越南 然後去馬來西亞 然後馬來西亞 去到新加坡 那這一條 向下這一條 就是 馬來西亞 和 新加坡之間的段 現在已經簽了約起 那現在就是 其他那些段 他們還在談 那都 雖然那段 在馬來西亞 去新加坡那段 就說 會是公開國際投標 但是最大的可能性 都會認 是中國贏 因為 現在的造價 高鐵 中國的造價 比其他國家 是便宜了30% 而 運作費 還是 離譜地 是 說的是 差 整個 人家說 三十幾千 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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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我相信 贏面很大 起了這一堆 鐵路線之後 中國的看法 就是 我們 如果 中國 蘇聯 和 亞洲 包括 印度 和 巴基斯坦 如果能夠成為 盟友盟國的話 就會構成一個 相對 可以 對 以美國為主 西方國家的 一個平衡 我絕對 相信 美國現在 軍事力量很大 因為 它根本在使用 軍費 是全世界 其他軍費 等於 全世界 所有其他人家 軍費加起來 這麼大 但是 我們看到 一件事 美國 美國 是 不戰而敗 原因 就是 它的角力 是無法繼續支持下去的 我們已經看到 在美國裏面 自己本身 內部 有很大的矛盾 和很大的問題 譬如 他們的醫療 醫療軌得很厲害 他們的教育 現在幾乎是 公路網 是舊的 三十多年前的公路網 鐵路網 也是舊的 五、六十年前的 鐵路網 它的軍事力量很大 它有很多項目 但是 它的經濟體系 可否支持 一個國家 這樣繼續 在軍事上花錢 而在其他地方 不注意 而還有 雖然說 美國是有錢 但有錢 就不是政府 有錢 是有錢 在其他一些公司裏面 公司本身 就是為賺錢而賺錢 而不是完全為國家而賺錢 所以 公司有錢 不等於國家有錢 當然 就是 戰爭 就是銀行家的戰爭 因為 最得益的就是銀行家 因為 他可以投資兩邊 他可以投資兩邊 打死 但他自己賺最多錢 這會引致 為何 現在 有這個危機 就是 中美 有一個可能的戰爭危機 所以 如果中國 要避開這個戰爭 而不想 和美國大戰 引致一個 雙敗境界 就一定要避開這個方法 要避開這個方法 就是 我繼續做我的經濟膨脹 我繼續將自己內部的工業生產體系 完善它 尤其是 一定要有能力去做到自己想做的事情 好像高鐵一樣 一定要完全是自己的知識產權去做 當然 在軍事工業上 很多時候 就算我沒有知識產權 我抄得到 我都會抄 現在 中國最大的限制型 在野金技術上 要抄 樣子很容易抄 但基本上 材料製造 是困難的 所以 現在中國輸的 就是野金技術 至於在網絡戰上 我相信 自從 美國一隻無人機 被 伊朗哄了下地之後 被中國 在那裏拿了很多資料 所以現在 在Cyber Warfare上 我相信 中國和美國 是有得連 各有所搶 今天最快的電腦 亦都在中國讀過 天河二號 美國的角力 現在我的看法 就是 它只會 一路繼續衰退下去 而中國的角力 就會一路上升 當然 角力就不等於 它的戰爭能力 譬如我們 在清朝的時候 大英 大清帝國的時候 我們的角力 是世界 的十分之一 但一樣 比歐洲白群 打到 頭腫免王 所以 在中國發展 我們的角力的時候 我們要看到 我們要有 全面的工業生產能力 即是 我們要有把制降 我們有把制降 可以做到船 做到艇 做到武器 另外我們一定要 可以做飛機 因為現在的戰爭 是由飛機為主 另外一定是火箭 更加重要 就是現在 以一個 力量不平衡的情況下 就是要靠潛水艇 所以 中國 應該是發展 核潛艇 如果在潛艇上面 一定要攜帶 核武器 作為一個最後衣協 有一個最後衣協 希望 就是 不要搞出一個雙書的形勢出來 至於現在 目前 香港發生的事 我覺得有少少 就是 已經有部分 即是我們這一代 像我年紀一樣 在香港受教育 經常都覺得 民主是一個必然的 最好的政制 其實 現在我 已經在其他視頻講到 民主未必是 最終的人類會 自己管理自己的方式 因為 看到現在 在所謂的民主社會 裡面 他們的弊弊 一直流出來 我這裡不再重複 如果有興趣 可以查我的名字 然後 由我的名字 可以找到 其他視頻講的 民主的外見 所以 我在這裡 也很同意 Timesword 的分析 但是 我想 加幾句 拋磚引玉 至少可以做一個 交流 看看大家交換意見 多謝各位 拜拜